所以筆畫比較細一點 然後有時候會擠在一堆 那也是必然 可是呢 當我們可以解決的時候 還是要解決 就是這樣過來 從上面下面 往旁邊出去 這樣才會有看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圍 這樣過來 往這邊帶 往這邊按 往旁邊出去 停一下對不對 勾出來 這樣才好看 這樣 好 還有 有 像妳那個勾 我覺得妳可以 老師錢都給我了 錢都給我了 好 謝謝 我再把這個 這邊是 不知道怎麼走到省才一口 還可以 這裡五六八 往旁邊對不對 怎麼樣 還沒有勾就變成這樣 輕輕一飄就起來了 應該是停太久 不能停太久 好不好 好 寫得不錯 像這個寫的 心喔 心這樣過來對不對 停 這樣過來 斜的 有一點點平行對不對 但是往這邊按 往斜右邊 然後 這樣再出來 筆肩再出來 筆肩再出來 筆肩在運動的時候 只有兩個時機 第一個是 最先進去的 再來是最後出來的 筆肩先進去嘛 然後慢慢慢慢 跟著走 到這裡按中筆肩 最後回收 有沒有 只有 最先出去 最慢回收 你這個就寫得不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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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